香壽 我的mom 十年前 常常看書 她在大學讀中文 好喜歡中國文學 讀完書之後 她去了外國公司上班 和外國人結婚 現在 她已經很少講中文 又很少看中文書了 新年那時 mom 叫我一起撿屋 有一個箱 一路都沒有打開過 mom 說 這箱是書和VCD 她說 這首歌我好喜歡 叫春夏秋冬 這部戲在你家鄉拍 叫阿飛正傳 這本書有好多詩 是一個好聰明的詩人寫的 其中一首叫香壽 mom 讀首詩出來 聽完之後 我想起我家鄉 十年前 十年前 香壽在呂宋島 好 我喺尼道 我喺尼道 屋企 喺果度 來香港之後 香壽 香壽 是Jolly Bee 我喺尼道 朋友喺果度 現在呢 香壽 是有好多小孩 笑聲的屋 我喺尼道 我喺尼道 笑聲喺 喺果度 我好鍾意 這首詩 這本書 妈妈说 送给你呀 其他那些帮我放上书架 在这本书里 我找到我的根 不知道妈妈找不找到呢